卡斯塔湖 卡斯塔湖是一个隐藏的宝石湖泊 周围围绕着美丽的露营地 还可以欣赏到湖泊和山脉的壮丽景色 非常适合到这边度假和放松的完美场所 这湖离洛杉矶大约40英里 在欧海和Vanchola附近 卡斯塔湖是南加州最大的周历水历工程水库 分有总院级大约11200英亩 这里曾经也创下了多项世界纪录的鱼类捕获量 OK 我们到这边了 开进去看一下 进去要20块钱对吗 进去要停车20块钱 你看这边都是 多数人都是拍在外面这边 我们也拍在这边 拍在这边转个弯进去就是 这边转个弯就进去 就省了20块钱 哈哈 太恋舍了 20块钱都不省的话 到两分钟就进来了哈 之前我没有想在这边 可是我看到就是 这个环境我不是很喜欢这种 我比较喜欢像那些 比较野外一点的camping 这边只是看一下就是 就比较感觉像停车场那种 公园那一种 所以不是很 不是很喜欢 所以我们就没在这边定 这个湖的露营地有分好几个区哈 我们今天来参观的是B7 B7这边的是比较中心 如果喜欢热闹的话 这个地方蛮不错的 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 这个RV camping only 这是充电的 这个水 可以下面就是 旁边就是湖哈 这湖呢分为两栖哈 有上湖和下湖 上湖呢就是可以 是可以滑旁船或者摩托 摩托艇 摩托艇就是 可以用于任何的电动 电动水上 工具 下湖呢就是 下用于 非动力划船 比如Kbase 也那些 或者都可以游泳 这个位置很不错 这边这个 这个 这边很不错 你看 哇 这边烤着火 在这边吃 光着湖边 太舒服了 这一排都是RV camp 对面也是RV 旁边是湖边 如果喜欢钓鱼或者是划船的话 到这边蛮不错 钓钓鱼 好像都是RV park 看这些蛮多位置的 这边就是小车 这边都是RV 前面这边都是RV 这边就是RV 这边就是RV 25号开始 哇 看着湖边 nice 水满深 看对面也是 对面都是RV camp 不过我觉得呢 如果是小孩子 带小孩子太小的话 来这边的话就要比较 小心一点就是要多留意一下 要不然他们在这边看一转眼的话 他跑出去的话就掉到湖里面了 所以带小朋友的话还是找比较偏一点的 就是对面那一边嘛 就是前面刚进来那一边比较好的 那边就是没有这么近这个湖 就是这边呢就是比较近湖 就不是我觉得不是很适合太小的 有太小的小朋友在这边 我们再往前面走一走 再看一下满大的这里 对面那边应该就是RV 租那个船 或者是是有带船的话 就是可以从那边下去 是有带船的小马桶 真的好漂亮 感谢 很蓝色 好多那些cattest food 这是什么 仙人 仙人掌果 嗨 嗨 buddy 39号跟38号 这位置如果你们来的话就不要选择两个位置 这个位置很多垃圾桶就在复运很臭 这边开车进去是到那个小码头 划船 我们就不进去了 那边还有很多那个camps 就比较近那个路 旁边就是路 所以车来来骑骑也是 空位置是给 在这边打打球踢踢球都可以 你看 这边都是空的中间 草地 一进来这边还有一个小朋友可以玩 我们说到这个入口处 这里有一个什么指示牌 这湖附近有很多可以玩的activity 比如践行hiking或者是骑马滑水都可以 你看这边就是他那个地图 换衣服的 一想不到这里还有一个雪像乐园 还有一个lazy river里面 里面 这是water park 哎 黑猴 哎呀小朋友的话真的是要带他来这边比较好 那对 对 你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